kt.0 7.89Con 10.8 就是重新回去 看能量的問題 轉動物's,轉體的這個能量的問題 那能量問題我們之前已經看過的 就是動能,對 sam k 等於1 2分之1mv 平方 如果是轉動就寫成1 2分之1mv 平方 已經看過這個問題 還有什麼樣的能量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位能嘛,對不對?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總能量 所以位能的部分呢,位能要怎麼看? 就是說,假設其實轉動好像沒有真正的位能 所以我們就不談位能,變成談什麼? 談位能在前面就是做功 因為正常我們說這個空間中有位能 那一開始是什麼? 一開始我們是說有一個外力,外力做功 然後做功就產生動能 所以轉動沒有辦法談位能的話,我們就談做功 那你總是可以做功 你對一個物體可以轉動物體可以做功 那原本的做功是什麼? 原本做功是w等於fx 很簡單的一個結果 然後後來發現到我在做功的時候 我每一個位置,我的外力不一樣 那就這樣 就要一點點一點點加小 dw等於每一個位置的力量不一樣 理論上一個f of x 不過一般都懶得寫,就寫f 然後再承認它的一小段變化量的位置 dx 那如果從移動變到轉動 這是移動的一個 或者是線性運動 然後變到一個rotational motion 轉動 轉動跟移動的不同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就是什麼? 就是基本上一個是走直線,一個是走圓弧 走圓弧就換變數 對不對? 把這個xs換成什麼? 換成dx而已 再承認,它的半徑 半徑 假設是r 然後它乘上它的這個角度變化 dc 那一般所謂的這個力矩對不對 力矩 力矩就是等於rxf 那剛好你的外力是怎樣 是在那個圓弧線的切線上 就是互相垂直嘛 所以這個外跡就剛好等於rxf 對不對? 所以最後你就會發現到 這個就是什麼? 就完全就等於力矩乘上dc 力矩乘上dc 那做工 這個w 最後一定讓你越轉越快 那這就是跟之前那個外力做工 就讓你越動,線性運動 越動越快,速度越來越大 應該是這樣應該是一樣 就是做工可以變成2分之1m1平方 那做工應該也可以變成2分之1iω平方 那這邊就是用之前的一個計算的一個方法 就是假設我真的有一個做工 從1到2去做一個工 從狀態1變到狀態2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一點一點的工 然後把它裡加起來的 那最後我發現到,因為我這時候不是線性運動而是轉動 所以換一下換成這個力矩 從1到2 讓它轉動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可以講 可以把剛剛那個力矩跟什麼? 跟i轉動慣量 還有腳加速度之間又連個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要 就跟從前一樣 我要導成做工變成動能 那我現在要利用這個做工來增加轉動動能 所以一樣概念就是什麼? 就是我要把這個力矩換成什麼? 換成是造成這個轉動的一個加速度 然後成為dθ 那這邊有一樣的 就跟之前一樣的問題 就是α是什麼? α是dθθ 然後對著dθ 之間要怎樣? 要做一個運算 那沒辦法運算 沒辦法運算 的話一樣就這樣 就找中間的那個什麼? 中間的那個 就是不要微分為兩次 那微一次的那個 對啊 又漏寫 OK 好 就是說你要找中間的 一個是sdθ 一個是微分為兩次 然後怎麼樣把它 merge起來 那就找中間就是什麼? 就微分為一次的 所以你就是隨便給它變 就變出微分為一次 就對了 那怎麼變呢? 這dθ 那我就再把它處理dt 對不對? 那就是dt 然後再來呢? 再來就變成什麼? 積分1到2 i 那這個θ對時間為分就是什麼? 就是ω 對不對? 然後這個再為一次分 就是ω 再為一次分 然後再怎樣? 再把dt就消掉 所以最後你還是一樣 再算什麼? 算狀態1到狀態2對不對? 然後i乘上ω 再乘上dω 這個東西積分就是什麼? 就是 2分之1倍的 iω2的平方 減掉2分之1倍的 iω1平方 所以一樣回到 這個概念來 就是說 你的外力做工 對不對? 然後造成你的 你的系統轉動 越轉越快 它的腳速度越來越大 它的腳夾速度 因為外力做工 外力做工 在這邊就是力矩 力矩造成什麼? 造成腳夾速度 α 最後α 就讓你的腳速度變快 基本上這個做工 就改變了 這個原本的轉動 轉動的這個動能 變到後來的轉動動能 應該沒錯吧 這個應該就跟 之前的線性運動是一樣 f乘上dx 再算也是這樣算 所以我說這個技巧 會一直使用 基本上我們這邊教的技巧 都是重要大的技巧 都是會一再的使用的一個技巧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 對應的圖 就是說如果是線性的運動 就是fdx 如果是轉動就是 tau ds 然後動能的話 如果線性運動 轉動是1mv 平方 轉動是1mv 平方 然後如果是這個 後面要講 所謂的 動量 線性動量 跟轉動的動量 線性動量 就是mv 對不對 轉動的動量 就是m換成i 然後v換成mv 這邊唯一的一個問題就是 動量 動量 如果是線性運動是mv 那實際上 轉動不能寫p 轉動應該寫成l才對吧 應該寫成l 它就是 變成iωmega iω 其實你看 這個跟這個 就不太一樣 這個什麼 這個是mr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 rmv 你看到 這個 轉動 跟線性運動的 不同地方 其實 主要就是在 動量不一樣 線性運動動量 就是mv 轉動動量 i乘上ω 其實是什麼 是 r乘上mv rmv 這個是什麼 就是你後面學到那個rxp 那個p是原本的動量 所以這邊是 最後就是rxp r外積p的這個概念 然後 當然那個 力跟力矩也不一樣 力的話就是什麼 力的話就是 這個 f 那力矩是r要closef 好 所以 在10.8 我們 這樣 我們弄清楚這個 所謂的做工 做工 跟 動能之間的變化 這也是公轉動能的這個 理論 然後之後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再回去看之前那個問題 所以你有一個能量的概念之後 那你要去解那個 所謂的水平的這個rod的問題 因為這好像解第三次 而且看起來 好像題目沒有什麼變化 OK 這基本上還是一個水平的rod 然後 這個水平的rod 它有一個質量m 然後呢 它這個長度是l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說 它最後轉動轉到這個位置 轉到這個位置之後 然後它要問你什麼 Determine the tangential speed of the cm and the tangential speed of the lowest point on the rod 就是說 問你 Tangential就是切線 所以它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應該是這樣轉動對不對 這樣子一個轉動 所以切線就是這個方向 然後問你這個 這個vcm 跟vm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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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基本上就是 之前講過 你可以 用這個 這個 這個 兩種運動 能量改變 然後就可以算出這個 這個 然後算出這個 這個 然後算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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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大概 是跟 之前講的意思一樣 就是說 重點就是說 你 一個就是 單單算 對這個 轉軸的運動 另外一種算法就是 假設它先掉下來 後來再轉過來 OK 那一樣都可以算到 Omega 算到Omega 之後就可以解出 它的切線的這個 這個速度來 OK 好 所以 這一張 這張的最後 最後面一個問題 就是10.9 那10.9的話就是這樣 就是進入 更 現實生活的一個轉動 那現實生活的轉動 是什麼 譬如說你 這個開車的時候 好 我們再把 第10章最後一點點 就是說 把轉動 如何用到 真實的生活上 那真實生活上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 輪胎在走 就是一種轉動 對不對 那輪胎到底怎麼轉 怎麼走 輪胎的轉動 當然還是一樣 就是說 你要同時把這個轉動跟移動 如果能夠分開來看 那會是比較簡單的一個概念 所以 正常輪胎轉動 應該是這個 速度比較快 然後這是 靜止的 然後這個就是你 真正車子的速度 那這樣子的一個輪胎轉動 它應該會等於什麼 等於一樣的轉動加上移動 那轉動加上移動 那轉動加上移動就是什麼 就是 應該會有一個移動 移動的話 就是都不轉動 都不轉動化在 每一個 位置 它都是以 這類車子在打滑 概念 都是以同樣的一個速度在跑 那這個速度是什麼 就是 基本上是你的 那個 車子 車子的速度 車子的速度 那 另外呢 另外還要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它純粹就是 轉動嘛 那加起來後 至少下面這一點不能動 所以 這個不能 車子不能打滑嗎 車子輪胎要黏在那個 那個 馬路上 不是黏 就是要固定在馬路上 至少 那個時間點 它兩個 一個是 平移的 跟它轉動 兩個加起來 跟它等於頂 它不能夠打滑 那 轉動當然就是你所熟悉對不對 每個地方 車子當然 在那一瞬間的時候 它每個地方 半徑一樣 所以它的那個 那個 類似圓軸運動 所以它的這個速度 應該要一樣 OK 理論上應該是 這兩個相交的答案 就會等於 真正的輪胎速度 那你怎麼樣去 那個 每個位置 它的速度代表怎麼樣 把它定位下來 其實很簡單 就是 用這個 用一個坐標軸 然後用這個 極坐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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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一個半徑 有一個半徑 跟一個什麼 跟一個角度 θ 所以你就找到了 這個位置 定出它的位置來 那位置定出來以後 你可以算速度對不對 一般位置 位置向量 這個r 向量 等於 這個 rcos i 加上 rsin j 然後 這邊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算的話 速度方向會比較麻煩 這個角度是這樣增加對不對 對不對 角度 增加它的方向 那速度會變成這樣 相反 所以插一個負號 可以嗎 如果可以我就直接寫出來 當你定好坐標以後 怎麼樣得到它的速度方向 要有微分對不對 對 在這邊 不要麻煩 你的sida 是這樣就不對了 那剛好插一個負號 是吧 你這個輪胎這樣轉嘛 不是導過來轉 那導過來轉 就OK 但是你現在是這樣轉 所以插一個負號 那速度方向就是微分而已 微分 對不對 微分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 cos 變成 負sin 然後再給dc大 dt 所以它速度方向就是一個 本來是負的 又多一個負號 然後微分就是 負的 rsin 4大 dc大 dt 就是ω i 然後這邊又是 加上 rsin cos 然後dc大 dt 然後j 所以速度方向 定數位置相反以後 速度相反就出來 答案剛好是這個 一個是 r rω rω sine 這ρω 就是v 就是v vcm v 再來是 i方向 再來是 減掉 rω cos sine sine 然後j方向 所以你看一下 對不對 就是 sine i 本來有說sine 增加它的速度 但是我們是這樣轉 所以讓它反向 所以是 往右下 右邊就是 正i 下面就是 負j 所以最後就是 v 這就是 sine vcm sin sine i 減掉 vcm sine sine j 所以 位置出來 然後速度也出來 下一個就是 再加上 Vcm的一個 一個速度下 這個速度下 這個速度下 就是 向量等 等於一個 往右邊的 加上去就出來 所以 轉動加移動 這個移動 永遠是這個 這一點 這一點 哪一點 都是這個 沒問題吧 都是 往右 Vcm 那 這個轉動 就是 這個 在任何一個sine 上我都算出來了 對不對 sine 等於這個值的話 就往右下 對不對 假設 假設 直行不動的時候 這個怎麼轉 就是 這個 為什麼是Vcm 蛤 那是因為 因為 當你推 你看 當你推 地板的時候 地板就推你了 所以你的 所以你的 這個 Central Max 因為最後這一點要固定不動 對 那你這一點要固定不動 這答案要等於0 那 答案要等於0 你的唯一答案Vcm 就一定是要 要 剛好等於 大小一樣 方向相反 所以從結果 這 從體鋪入 就對了 從結果 不是 因為輪胎不能滑動啊 這一點不能滑動 是 是requirement 吧 你滑動的話 就不能算了 這點絕對不能滑動 對啊 這點絕對不能滑動 它不能滑動 這點速度要為0 對地速度要為0 那 對植心速度它是這樣的 植心對地速度是這樣的 加起來才會為0 對不對 相對運動 對啊 它對植心 是 往右 它對植心 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它對植心是往下 一個往上 那植心對地啊 對不對 就是相對運動 這個 植心對地 都是 往右啊 加上去啊 就固定了啊 輪胎都不會滑啊 都是往右啊 加上去啊 這答案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加上去啊 這答案是這個 對吧 加上去啊 這答案就是這個 對吧 相加 相加而已啊 就是 轉動是對植心啊 空轉 植心去對地移動啊 兩個相加 所以相加答案很簡單 相加跟什麼 就是 這兩個加起來 它有一個是 Vcm 白色寫就好 V center of mass i 然後再加上 把他放在一起 抱歉 i的都放在一起 一個Vcm center of mass 乘上 1加 sin 然後一個 i方向 再減掉 V center of mass 然後cos cd 這個就是我剛剛畫的那些 就是 如果是 cd 剛好cd cd cd是270度角的時候 有沒有 那剛好sin 這個值就是-1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邊就0啊 然後cos270度角 剛好也是0 對不對 就是我畫的這個 這個黃色線 答案就是這個答案 轉動 轉動是對 center of mass 轉動 center of mass 是移動 這相對速度 這對地是移動 然後這是轉動 那最後的requirement就是 這一點不能動 那這一點不能動 剛好就是怎樣 就是 你轉動的時候這個速度 剛好就等於這個速度 所以就剛好是Vcm的速度 那這個是日常生活的應用 那後面就是一些example 那example也很簡單 就是用我們剛剛的那個想法 很快把它講完 然後我們就要見到下一張 不然這一張拖太久 ok 好 所以後面剩下幾個example 我們打起精神來把它看一看 ok 那第一個example 那基本剛才就是說 轉動跟移動可以分開來 那用轉動、移動分開來 那當然就是 那個動能也一樣 轉動 對著直心轉動的動能 再加移動 直心的移動動能 你可以分開來 那可以分開來的話 你就可以解一些問題 所以下面example就是 轉動跟移動分開的一些問題 譬如說第一個最簡單的example 他說 假設有一個 a uniform solid cylindrical disk 就有一個固體的一個 柱狀的一個盤子 然後它的質量是 m是等於多少 1.4公斤 然後它有一個radius 半徑 r是8.5公分 然後roll smoothly across the horizontal table at a speed 就是它的一個 它在桌子上轉動 然後轉動它有一個速度 它速度就是vcm vcm它說等於是15公分每秒 它問你說 What is its kinetic energy k 那就是動能是等於多少 那就是它用到這個概念 當一個輪胎轉起來的時候 它的直心 所以那種match會怎樣 會有一個vcm 它有一個動能 就是什麼 1mvcm平方 所以它第一個當然有一個2分之1 整個質量放在central mass上 然後平方 那此外呢 此外它這個 這一點對地不能動 它不能動的話 它會有一個 那個omega 也可以講 也可以用這個 這個vcm來算 那怎麼算就是什麼 就是剛好有一個 有一個vcm與r 與omega的關係 對不對 romega 所以可以算出它的omega多少 算出來 算出來後 你就可以算什麼 它轉動的部分 移動的部分都能算出來 轉動的部分還要講 還要加2分之1i omega的平方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一個盤子 還有一個輪子 在桌面上滾動 K是多少 K就是怎樣 2分之1mv平方 這central mass 的一個平方 就是第一個移動的動能 這個動能就是指這個本身的速度 那它這個本身的速度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這一點 這一點不能夠滑動 不能夠滑動的話 代表它本身有一個轉動 它本身這個轉動的動能大小多少 又要再加 你加2分之1倍的 i omega平方 那剛好這個vcm 跟omega時間 又有一個很簡單的關係 就是vcm 就是r乘上omega 所以你就可以找出來 這個 最後的這個 總動能 每一個點 這樣才厲害 或是一個點 結果不厲害 sida 任何角度都對 0到2pi 都對 每一個點 對啊 每一個點 都對 答案都對 所以我剛剛帶270度角 這個點 270度角 對 答案對 那你也可以再帶 每一個點都對 它就是 它是相對運動 剛剛提到的說 它就是 對直心轉動 直心在對地運動而已 兩個加起來而已 疊加而已 那直心對地運動很簡單 就是 往右邊 有一個速度 那對直心轉動也很簡單 就是 用極坐標 然後定義出什麼 定義出位置向量來 位置向量來 位置向量先出來 位置向量就開始轉起來 就是微分而已 剛好我定的這個sida 定的不漂亮 我讓它反過來轉 就更好算 它是往前轉 所以我就多一個負號而已 這邊比較麻煩 正常 微分 微分方向是這樣 是sida 增加的方向 是這個方向 正常速度 這個方向 可是我往這邊轉嘛 所以讓它往這個方向 插了一個負號而已 往這邊 來轉 我肯定要這樣 肯定不能這樣 就是 不能夠違反那個 違反真實世界的轉動 我反過來轉很簡單 就是 就是這樣子而已 反方向動 這兩個答案一樣 這個就是 負的Vcm i 負的嘛 然後每一點呢 每一點就是 那個答案 就是 多一個負號 負的Vcm sida i 然後後面是加 Vcm sin sida j r 這個就是正常的方向 這個是 sida 腳在這裡 這個就是這個方向 這個就是 我習慣的 就 就我之前跟你們講 就是 r sida phi 出來的時候 sida方向在哪裡 phi 在哪裡 就在sida增加的方向 phi增加的方向 那剛好就是微分的方向 微分 這就是 微分的方向 得到這個sida 通常那個 你要算出這個sida方向的那個向量 就是 就是對sida為分 算出phi方向的向量 就對phi為分而已 正常是這樣 OK 所以你再把它加起來 答案就是 往左邊跑 一個輪子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簡單的問題 剛剛講的就是 直心的一個運動 一個bcm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對直心運動 然後兩個的動能 分別疊加起來 他們可以獨立計算 OK 好 再下一個問題也是跟 這個 剛剛 討論的問題一樣 這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假設有一個 斜坡 斜坡上面放一個 什麼 放一個 球 放一個 球 放一個disc 應該是一個disc還是一個球 都可以啦 不管 不管 放一個球好了 唯一disc跟球不一樣 就i不一樣 一個是什麼 五分之二被mR平方 一個是二分之一 OK 不管 一個球或一個disc都可以 那這個球 基本上就會有一個 icm 或disc 都有一個icm 然後再來這個 斜坡就這樣 就不平嘛 所以這球 肯定會滾下來 對不對 所以 球就會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沿著斜坡方向的一個 加速度 然後後面就要問你這個 加速度大小是多少 那當然有一個requirement 這個requirement是什麼 它是假設說這個 假設你的這個 滾動是這樣 是沒有滑動的一個滾動 沒有滑動的滾動 沒有滑動的滾動 就代表這一點 這一點是不能移動 不能移動 那 所以 正常的一個算法 蠻麻煩的 正常 這裡頭又牽扯到相同的概念 就是 摩擦力 到底是 怎麼樣幫助你運動的 因為這裡頭沒有滑動 沒有滑動 沒有滑動的話 就肯定是有一個 近摩擦力 那近摩擦力的方向是 你比這裡 他比這裡 你們兩個好相反 摩擦力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影響這個運動 答案就是 就是 運動方向 你往這裡走 摩擦力就幫你往這裡 這是一個很 常常會 跟我們感覺相反 的一個力量 對 所以摩擦力永遠是 往運動方向推 你大概 好像洗體也會有一個 類似這種問題 也是一個跟摩擦力有關的概念 摩擦力永遠是 讓你往這個 運動方向推 OK 所以正常 你要一直 轉動嘛 轉動你是會有這個方向 對不對 這個方向的一個 速度 那這方向的速度怎麼樣 你就推這個 推它對不對 推它 然後推它 最後你 你被擋住了 不能轉動 它推你 所以一個摩擦力 會推你 讓你往下滾 下來 我們可以用剛剛的概念 就是說 如果 先不考慮摩擦力 的問題 請問它的加速度為何 加速度應該很好算 就是它這樣 斜坡會抵消掉一些正向力 所以最後滑下來的力量 就是mg sin 然後mg sin 會分給誰 分給移動跟轉動 移動就是直心 直心就是這個m 轉動 轉動 轉動就是轉動慣量 i 然後呢 看它跟你的半徑怎麼結合 半徑在這邊就是它 線性運動的速度 結合的這個 跟轉動的速度 結合的這個半徑r 所以答案就是i除以 r平方就是它的答案 很簡單的一個結果 如果你沒有這樣想的話 你就要算比較久 就要算那個摩擦力 正常算法就是什麼 就是 你有一個mg sin 扣掉 那個 阻止你 阻止你空轉的那個 進摩擦力 就是推你往前走的那個進摩擦力 最後等於什麼 等於你的 這個加速度 往下的加速度 然後再來呢 這個進摩擦力就怎樣 就是 讓你這個 腳加速度變快 對不對 所以fs乘上r 又等於什麼 等於i 乘上α 好 然後 最後呢 最後你就 再把 加速度 跟 腳加速度 連結起來 對不對 沒錯吧 就 一樣的答案 一樣算這個 如果你 沒有這樣看 你就一個一個算的話 那一個一個算是什麼 就是一個是 這個力量 扣掉這個力量對不對 因為 你要推它嘛 所以它才推你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要損失部分的力量 那損失的力量 那損失的力量就是fs 那這個fs 那這個fs就怎樣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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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造成 造成力矩 腳加速度 腳加速度 蛤 不能 不能 不能有相對運動 接觸點 就不能滑動 這裡要 這裡要 不能 不能有滑動 對 單純的 這個不滑動的滾下來 滑動就不會算了 如果那邊沒有滑動的話 你就不會算了 OK 可以嗎 那 動能怎麼算 動能的話 譬如說 假設 像那個 這個example 有一個 A跟B的問題 譬如說 A他就問你說 這個 假設他掉了一個 高度 h 然後呢 問你說 他的這個 速度是多少 就是他從 這裡掉下來 到這裡來 然後他掉的這個 高度 是h 所以 這一點到這一點 h 那這時候也是 很簡單就是 分起來移動 跟轉動 就好 所以 你有一個 總獲得的這個 位能的能量 然後 最後造成什麼 造成是兩個 運動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二分之一 m vcm 平方 另外就是 二分之一 倍的 i omega 平方 一樣就是 omega跟vcm 就是靠著半鍵r 結合 r乘以 omega 就是 vcm OK 好 所以 轉動部分 我們就講到這邊了 好 那最後的概念 只是告訴你說 你可以分成 自轉 跟什麼 跟線性運動 兩個部分來看 好 那當然 你的前提就是什麼 或是不准滑動 一旦滑動 大家都沒辦法算 OK 然後 另外的書上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那天突然想到說 我們之前不是講到所謂的動摩擦力的概念嗎 你說轉動 轉動也有動摩擦力對不對 那時候講說有一個fk還有一個fr r就是rotational friction 轉動的動摩擦力 然後後來就稍微去查一下 書上有稍微寫幾段話 他說轉動動摩擦力怎麼來的 他說就是 輪胎 理想的輪胎是圓的對不對 那之所以有這個動摩擦力 就不是這個 這都不是真正的動摩擦力 這個只是這樣 這只是正常的運動而已 這還沒有算摩擦力的損耗 可以嗎 這裡都還沒有摩擦力進來 沒有動摩擦力進來 那他所謂的摩擦力是什麼 這個是輪胎 最後不理想的結果 就是他會怎樣 他會受這個擠壓對不對 形變 然後這個接觸面積造成的摩擦力 所以跟理想值不一樣 如果你越剛性 這兩個東西都越來越剛性 都用很硬的不鏽鋼做的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動摩擦力 你就會follow ideal的這些值 但是當你是可以形變的物體 像輪胎就是 這時候動摩擦力就很大了 因為它形變 形變的話 這個接觸點的摩擦力的問題 造成能量的損耗 這也沒有相對運動 這也沒有相對運動 它的動摩擦力應該是造成形變是不是 本來應該這樣 然後它的能量去造成形變 是不是 這我就不是很確定 但是這個一直是動態的 這就是動態形變對不對 它又變回去了 你一直轉嘛 你一直是動態形變 應該是 可能是跟這個有關 因為我想說 什麼是動摩擦力對不對 對啊 如果是鋼體應該沒有問題 就不會有任何摩擦力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會遇到這個轉動的動摩擦力 後來我就查 那個書上是這樣寫的 告訴你說 就是因為你的輪胎會被壓扁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理論 你要記得把輪胎把它打氣打薄一點 不要打到爆 不過這個太好也不行 應該會影響你的那個煞車的問題 行車安全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為了要省能源 但是還是要注重安全 一般它那個輪胎有一個胎壓有一個規定 大概多少胎壓是比較好的 改變火大法 我們要預先要重重力 我們洋分 gap 入水 再加冬水 真是 要 difficulties 你